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六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5月2日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记得台阳 还有澳洲的证明师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材士珍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和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了网向编辑部的正向报和大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 今次就想和大家分享一集国内的新闻 这些侧三论都可以说是对这位当事人来说 都是颇为不幸的事情来的 在前日就是五日努动节 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日子来的 这位女士就叫周密 她的名叫周密 在21年前同样都是5月1日 就是因为一次的车和 令到她下身残疾就不能够走路了 从此她这一生命运就此改变了 她在那次的车和 也都是很努力从那次的阴影上站起来 我的意思不是她真的 不是她物理上可以站起来 而在她精神上都是振作回来 她坐着轮椅成功完成她的本科学历 从而更加能够考上这个研究生 这也不得只 还能够获得外国留学的机会 考取第二个碩士的学位 当中她也开展了她的工作室 从事英语辅导的工作 只不过这样 她也经常觉得是她的脚拖累着她的 她也曾经尝试过去报名 做教师 做教师就要考试 同时也都要面试 她考试因为始终都是高等优等生 考试难得到她 面试也都不是问题 只不过这样 由于她双脚不能够 好像我们一般人这样动动 就因为这样 未能够通过体检这一环节 说回当初 怎样造成一次车祸 事发是2000年的五一劳动节 她和她父母 就去云南旅行 她又从北京 去到云南 和她父母会合 她就和她妈妈 就一起租车 去到一个景点 很不幸 这辆车就沿山 就在公路上 又山上 跌了到一个沿岸 幸好 她就在那次的车祸中 撿回条命 她就被人 在水里打鸽出来 所以那次的车祸 对她来说 都颇为严重的 不过很不幸 就是因为这样 她伤脚就不能够再走动了 还有一样更悲伤的事 就是在那次的车祸 她的妈妈就过山 当时她妈妈就正正坐在她旁边 有时她现在说起都觉得 口都震的 经过检查之后 就发现她脊柱的受损 从胸部以下 都收去知觉的 而她爸爸 就送到她上海做手术 然后又转回去重庆 一直休养康复的 她在她住院的时候 她初初 都觉得自己都可以 走得回 但是慢慢慢慢 就发现 她的伤势 比想象中 严重得多 她从而也接受了一个现实 就是她没有办法再走得回 不过 她的精神是没有因此而有所放弃 她学会坐轮椅 而且也掌握到 如何控制她的轮椅 再加上她的人为人都非常积极的 也都明白 我下身不能动 我的脑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也有 医生的心理评估 就怕她因为有抑郁症 就给她 也做一些精神评估 她一手就 把那些敏捲 就扔掉了 就是你可以见得到她 她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两年后 她的康复程度 也都进展得非常好的 而且她也都少自己了 狗病的成医 最后呢 也都学会 自己进行一些 的复康的训练 有人就问她 究竟是因什么 可以令到她 熬过这两年 她就毫不犹豫地说 学习 在这两 过去的两年 即是复康的两年里面 她有很多大学的同学 都寄很多的笔记给她 同时 她也有亲戚 帮忙寄一些英文雜誌 也都说 因为这样而帮助她学习 就是在这两年之间 除了她是为了做物理治疗之外 她的学业 都是没有担忽的 但是因为学校的规定 她是因为要 因伤而休学 两年 那去到2002年 这位周小姐 就不得不退学了 那当时 网络教育 就刚刚起步的 那这位周小姐 就去到北京的外语大学 网络招生的讯息 就立刻 就报名了 她先拿到这个 大专的毕业证 然后专升本 就转入本科 那去2007年 就完成她的学业 拿到她的本科证书 那这一次呢 就距离她第一次考入大学 已经过了十年了 那但是她的学习还没停的 去到2008年 她考入了这个 四川外语学院的研究生 攻读高级的翻译专业 和希望可以做这个同声传译的工作 那她教她的那位老师 也都考虑到她本身有残疾 和日后的工作可能不变 也都建议她换一换另一个专业 但是她没有同意 她就直接向这个学院领导写信 希望她继续学习这个高级翻译的 之后呢 周密也都成功获得 被英国驻重庆领事馆的聘用 那她就从事这个公共关系 文化教育那方面的工作的 同时她也都能够成为这个的 雅思考官的 那跟阿珍BC都可谓 半个同行啦 是不是 曾经 跟着呢 她就 她一直都没有放弃的 读英文有哪个不出国啊 那她在2016年就获得这个机会了 就获得这个美国纽约州 雪城大学全额的奖学金 两年之后呢 在当地也都顺利毕业 获得这个第二个的石士学位 那刘鹤经历呢 也都令她有很大的改变的 同时呢 也都经常拍一些照片给大家看 不过呢 她以前呢 就经常拍的照片呢 就专专业就不拍过轮椅的 但是她去到美国呢 就发现了 很多同学都有残疾的 甚至乎 她认识了一位 有老坦的同学 还想读这个博士 那这方面呢 认她是很大的震撼的 从而她就改变这个想法 就不再觉得残疾 有什么那么可怕 那么可耻的 本来就想读博士的 但是呢 她爸爸呢 就因为啊 没有办法长期留在美国照顾她 那么呢 那么她也都要面对现实啦 只能够放弃这个 留在美国读博士的这个想法啦 那么这个的 全国人事部的一级翻译 救助儿童会 全纳教育的特约专家 中残联 全国无障碍的督徒园 翻译出多部小说 专注 坐在轮椅上的周密 也都获得 多项的认可的 除了出国留学 那段时间之外呢 她一直啊 都有做这个英语培训的喔 从幼儿园啊 就教雅师喔 她自己也都承认的 做一个英语老师呢 是她心愿来的 留学期间啊 她学习了这个全纳教育啊 也是想将英语和教育 结合在一起的 由于啊 她对英语的投入啦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就大约就是说 2003年左右呢 当时啊 有份照顾她的一位阿姨 就见她啊 英语那么好 那就拥了她的儿子 就找她来帮一手 补一下杂啦 啊 猜不到啊 效果就挺好了 自此呢 她的明星啊 就越来越好啦 有后悲啦 然后啦 也都越来越多 不同的家长啊 都找她来啊 补习英文的喔 嗯 有位曾经啊 被她教过的小学生啊 在2018年的时候啊 也都说啊 她简直是这样讲笑啦 说周老师啊 是她的女神啊 是啊 哦 目前呢 她现在就有一间工作室 另外就外聘了 两名老师的 就有45名孩子 就在她的工作室底下 培训英语的啊 她也都 很厌外这份工作 那但是呢 去到2018年 有关部门就出台 规定 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呢 就必须要有 教师资格证的 为了啊 要能够令到她这间的工作室 可以适应这个新规定 继续开办下去呢 那她在2019年 就再报名了 参加这个教师资格证考试 也都自然了 筆试、面试 全部都顺利通过的 因为这次她是第二次考的了 但是很不幸啦 上一次考的时候 就因为她 没有办法通过 看检 就因为她身体有残疾了 想着啊 十几年过了去啦 相信啊 规定应该会放松一点的 好像我啊 这些残疾人呢 应该啊 没理由啊 拿不到教师资格的啊 那在网上提交报名资料之后呢 就经过资料审问的程序 工作人员也都见过这个状况 当时呢 一直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意义的 那去到最后一个个环节 又是体检这一行 无法行 又受了 英国这个重庆市 九龙波区教委 指定了两家医院的进行体检 前面一次就顺利完成 最后的外科检查 就医生说她知道 她上脚不能够走路 所以就无法通过体检 那么当时的医生就说 在这个规定的 2016年修订的规定 就是重庆市申请教师资格人员 体检标准及办法 里面当中规定的 严重基因及运动系统疾病 两上之或两下之不能运动的 为体检不合格 又是过不了 这一次她也是很失望 今次都忍不住 哭了出来 当她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最伤心的一天 那么这个的九龙波教委 就有工作人员就这么说 这次市教委和市委建委 联合制定的办法 按照验行的规定 她是无法达到教师资格 认可的条件 当初的资料审核 面试和面试中的考官 也没有提出任何疑议 认为考官无法认定 周小姐是符合体检标准 也必须由医院医生的判断 有这个消息 也导致在网上很多人 看她声援 有一位网民就这么说 身体残疾不是精神残疾 相信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 那么励志坚强 对于学生来说 又是一个活榜样 支持这位老师攀正 那么另一位就这么说 教了知识 又做了坚强意志的无法影响 更应该给她做教师 我想讲一讲 其实内地有这些限制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不准残疾人士做教书先生 就是因为内地的学校 有很多根本就没有残疾人士用的设施 就是给了一个证 你都其实教不了书 这个是社会要改进的问题 但是我有时讲话 有些人就很不喜欢听的 其实就是 为什么呢 我讲回现实出来 很多时候都是 现实的情况 就是内地根本不是去到 一个这么富有的程度 就可以在每一间学校 都安装一些残疾人可以用的设施 就是事实就不 这个是事实来的 大家其实要认清有些实情 就是国家有些条件是做不到的 就是结果就是 现在当然我知道 残乱呢 就帮这个小姐争取的 这位老师去争取的 是啊 但是国家都有困难 我只能够讲 就是为什么说会有困难呢 就是比如学校有些什么意外的话呢 也都要安排人去帮他下楼的那些 那其实有没有这样的资源去做呢 我是不知道的 而且有哪些学校的校园呢 是可以 就是有电梯啊 和残疾人使用的洗手间 其实有多少呢 如果要安装的话 又要用多少钱呢 其实我觉得呢 长期是要这样做的 就是比如在一些扶手电梯里 安装那些轮椅升降那些东西的 或者在普通楼梯那里 手那里安装一些 可以升降轮椅的器材 但是这些东西呢 是牵涉到很多工程上的难题 比如你在楼梯那里安装的话呢 那些楼梯呢 就是要支撑到那个机器才行的 那其实现在建设了的学校 做不做到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是有怀疑的 现在问题就是在一线城市呢 都不能够完全做到这一样东西的时候 那这位阿姐其实就在重庆的嘛 是不是? 嗯 没错 如果没错 究竟重庆做不做得到呢 我到现在都是很怀疑的 不过呢 就是他现在在做那份工作啦 他自己开工作室 那照计来说呢 出入呢 对他来说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有个新规定就是 连司办的工作室 都需要考这个教师证的嘛 那很不幸的 就是因为他这个方面呢 他相对行动不变 就导致拿不到这个教师证 在资格上他绝对是胜任有余的 只不过这个规定就阻碍了他以后的工作了 那问题就是你那些工作室都好啦 那你的工作室是有很多小孩在那里的 那有一个有残障的人士 是不是可以照顾到那些小孩的安全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就是我自己就觉得 国家他放这些要求出来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那当然你说社会进步 有些事情可以改 那是的 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改了 真的会对他有帮助呢 老老实实 我自己是怀疑的 我到现在都是怀疑的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支持 现在中国残联维权部主任 都提他发声 如果可以争取得到 就自然最好了 在一个这么教学 而且有口碑这么好的教师 就拿不到因为这件事 拿不到教师证的话呢 我认为就非常可惜的 都可以说是 对学生来讲都是一行损失来的 能不能够特事特办呢 又或者这个残联委员会 可不可以推动一下 令到他可以继续工作呢 不过了 刚才社长也都讲到 这个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很多地方 对于这些伤残人士的一些的设施 一些的设备 的确确是不足的 一个社会要进步 也都要在这些问题上面 可以的话 做多一些支援 是不是 我相信 从这些例子 虽然事件 这件事就并不是好事的 但是 都可以令到 有个机会 令到社会继续向前进 有所进步 是不是 嗯 我个人就希望 他将来可以 继续做他的工作 因为 这么难得 一位高才生 而且 他过往的工作 他过往的经验 也都可以看到 他对这个 教英文 这一项工作是胜任有余的 是不是 希望他能够成功维权 好了 我们这节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讲其他的话题 拜拜 拜拜